其实上帝已经给了我们的一些本能 或者上帝已经放在我们生命里的一些的资源 来谈这个的课题 使到你就会发现 是啊 不懂看看了 不能跟你产生更多的共鸣 那其实上帝给了我们什么 我们每个人生下来的时候 我们都有这个四个本能 或者是资源 只是你会发现在我们的成长的过程 可能我们会开始 有一些的资源会用比较多 有一些的资源会很少用 或者甚至没有用 但是这个都是我们的 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些智慧 那一开始的时候 做小baby的时候 我们都做过baby 你可以觉察一切的感应 然后你不会批判的 你不会说这个不好 所以我不应该流露这个情感 是不会的 所以你不会去批判 你所感应到一切 所以你baby是非常善用 他的五个五个的这个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感官 然后我们的情绪的表达 所以这是我们出生的时候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这个觉察力的 一生下来就有 因为不然没有这个觉察力 我们也生存不下来 我们要知道为何我的心优们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的用这个觉察力 那接下来在待你更大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有多一个能力 你可以动动你的手 动动你的脚之后 你就会开始有这个我们叫做探索力 或者是行动力 那上帝给我们这个探索力 行动力做什么呢 就是让我们可以实验 让我们可以尝试 让我们可以去发现 然后你就会去按一些东西 哇 这些东西是会发出闪亮的 那你会感觉有点的害怕 可是有一点的稀奇 所以你会再碰它 可是如果这时候大人跟你讲 哎 这是危险的 这是不会动 你可能就会开始要避开那些东西了 因为它是可怕的 它是危险的 所以那个整个过程就是 会有点的不舒服 可是又有点的疑悦 就是有那个掺杂 有时候你会犯错 你会有错误 可是你会再从这个经验里面再学习 再尝试 所以因为有这个探索力 所以我们能够玩乐 因为玩的时候就是 就是有这种很复杂的情感在里面 也是这个探索力 让你学会骑脚车 让你学会走路 你会剪指甲 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探索力 然后也是这个能力 帮助我们可以与人建立关系 然后你甚至可以有一些的技能 能够贡献给这个社会 因为这个探索力 它需要在一个安全的环境来发生 如果你没有一个安全的体验 你就很难去探索 那什么东西是让人家感觉到安全的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安全的体验 你很难去问你自己 为何我忧闷 因为当我们要探索的时候 如果只是有害怕 没有安全感 你会开始停止探索的 为什么是这样子 所以当我们有一些不舒服的情感发生的时候 如果我们开始会害怕我们的情感 我们会讨厌我们的情感 就是说好像这个情感是一个问题 或者是一个威胁的话 你的身体就会自动的进入一种状态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我们叫做容纳之窗 如果处在这个容纳之窗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很安全 所以如果你有害怕起来 你会很容易的调节你的心情 你会很容易调节 然后你会有很多的好奇 你会很容易的跟人有那个的接触 我们讲有那个connection 你很容易我可以明白他在讲什么 我也可以理解我自己在讲什么 我可以适当地维护我自己 我也可以明白他讲 但是不一定要赞同他 就是可以在一种 就是你会感觉你整个人是那一种很定的 即使你有害怕 但是你很快可以调节 但是如果你被推出去这个窗口 你可能就会被害怕占据或者生气 就有很多的能量 所以你就会开始有要逃跑 你的身体就会开始要攻击 或者逃跑的那个举动会出现 然后当然你也会进入另外一个状态 就特别如果你已经在这个过度激发 然后你又不能够那些能量又流不出来 所以他就会过久的时候 你也会变成过低的激发 你就会开始退缩 无力 忧闷的那些沮丧的感觉就会出来 就是能量或者那个情绪 或者比如有那种生气 害怕的一直被压下来 那这一些都是你控制不到的 你的身体自然的会把你推向这个窗外 窗口之外 那我要给你知道说 其实上帝给我们的身体有这个机制 他不是不好的机制 他不是不好的 其实这个机制是要保护我们 你想象 如果现在 现在 你在的这个地方 有一只老虎出现 你猜你的心跳会怎么样 你的心跳大概会加速 你里面好像有很多的能量 然后你就会开始 想要逃跑 你就逃跑 大概就会逃跑了 所以你看 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我们的身体就有这个机制 为的是要保护我们 那当然你就发现 现在我们多数的时候 我们的威胁比较不是身体的威胁 当然像现在这个疫情 我们的生命会受到威胁 所以可能你会被推出这个 这个窗口 你比较容易的被推出这个窗口 那现在我们比较多的威胁 是一种情感上的威胁 被拒绝 被抛弃 失败 没有工作 别人不理解我们 我们不被看见 这种的威胁 所以当我们如果 我们没有处在这个 容纳之窗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有这些的反应 这些反应 是自然的一个反应 当然如果你的成长里有创伤 你的这个容纳之窗就会比较小 如果你的成长是一直处在那种 不安全的一种的氛围里面 所以这个容纳之窗就比较小 因为你的身体就自然的要 要有这个转变 或者我们讲adaptation 你的身体就会要 适应这个不安全的环境 所以常常就会保持很多的警惕 当然时间久了 你就会有这种 没有力气的 这个过低的激发就会出现 就是呆滞 崩溃的情况会出现 当然好消息是这个容纳之窗 是可以变大的 你可以在你长大之后的岁月里面 去好像比如来参加这样子的讲座 来认识更多你的身体怎么样操作 你的情感的部分 慢慢你就更加的知道怎么样的 跟这些的情感 这些不舒服的情感相处 而不是进入一种害怕情感的状态 三个上力给我们的能力 叫做思考力 一开始的时候 是我们身边的大人为我们思考 所以大人为我们说话 妈妈说你累了 然后我们再大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这个肉借过来 我们会为自己说话 我们会说我不累 那直到我们会成为和自己说最多话的人 一直相伴自己的人 所以你越大你就跟自己说越来越多的话 那你就会发现在这个过程里 我们就会吸收了父母 老师 朋友 媒体 环境 然后我们获取的经验的讯息 就不知不觉 这些都就变成了我们内在的话语 我们也开始去建构了属于自己独特的故事 弯曲的树枝要找阳光 它要滋养自己 它要滋养树干 要滋养树根 要滋养叶子跟大地 所以弯曲的树枝 它让我们看见生命的一种坚韧 所以我们可以对生命有一种的欣赏 有一种的接纳 有一种的期待 所以它不一定漂亮 但是它是有原因为什么它弯曲的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的行为 你看到一些行为 你会觉得为什么那个行为是这样的 可能那个行为是要在寻找 阳光 所以我们都会向着阳光 我们都会渴望朝着光 那那是什么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我们都会有指引 它的英文叫做Value 那我自己的翻译 我把它变成内心的指引 因为我们内在都有一个上帝的形象 所以我们都会渴望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都会有的 而且这一些的特质 大概都是很美好的 没有人 如果我们每个人 没有人渴望成为一个邪恶的人 没有人渴望成为一个骄傲的人 如果我们去访问的话 大概大家都不会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都想成为一个善良勇敢好奇灵活的人 我们内心都有一些智慧 知道什么谁是重要的 所以这个叫做Value 这个是我们都有的 所以今天我要跟你分享 其实都有的 只是有什么会忘记去用它 我希望今天的这一个活动 特别当你卡住了 特别当你有一些很难受的情感出现的时候 我们可以停下来 我们来好奇一下 记得带着好奇 来好奇一下身体的变化是什么 来去体验它 来去感受它 那再看看我们的思考力 再说什么 再说什么 然后我们可以去发现 可能我们的思考力不完美 不是什么事情 他都知道 那些东西是心 是我们的身体会知道 所以如果是想帮不到我的时候 我也可以选择不跟从 当然这个不是容易的 因为我们很难不听我们的头脑 跟我们讲的东西 因为我们从小已经被训练 要做听话的孩子 所以不听话的时候是很难的 那当然今天时间不够 可能下次再有机会 还有更多的活动让你提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这个不跟我们的这个思考力 不过是可以操练的 然后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空间 给我们这些不舒服的 这个感受 可以让它有更多的流动 然后也可以觉察 可能我们过去有一些的模式 不一定在帮到我们 可能以前它帮到我 可能现在不一定帮到我 所以我们可以做不一样的尝试 就像今天你来 听一个不一样的讲座 好的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给我们来看